吃飯時間到了 婆婆今天要分享你 兩個星光三月 有一處它是生意好到不行 另外一處吃東西人潮非常少 到底是哪兩個地方呢 或許你們都已經知道了 全台灣一直殘連很多年 第一名的百貨公司是哪一家 你知道嗎 就是星光 我們就打個比方好了 同樣的一家店 在星光吃個飯要大排場了 但是你如果是在台北天母的星光 完全都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家星光營業會全省第一名 並不是一個原因的 平常我們今天要分享你 我們要來吃乾杯 提醒你們如果到台中 如果沒有預訂吃不到飯 這邊隱形富豪太多了 特別是餐廳幾乎家家都客滿 當然是要看要吃什麼 路邊攤當然就不用預訂了 但是你像這種店 它一個人平均消費的話不到1000塊 就是很popular 而且這種solo店 它裡面的空間也很大 比台北大太多了 而且是三層這樣子吃的 它裡面的空間很大 中午的套餐不到300塊錢 就吃得到了 乾杯是趨向於比較年輕人來這邊用餐 它裡面有很多遊戲可以玩 帶你們跳到台北 我們去了解一下台北的星光三越 真的沒有什麼人潮 而且非常的悠閒 搭起電梯來也非常的舒服 在這個地方台中等個電梯 雖然它有四座電梯 但是等電梯的時間還是很長的 婆婆再帶你們到台北去了解一下老乾杯 畢竟已經上年紀了 選擇那種環境更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了解一下台北的老乾杯 它的服務還有它的肉食 我們現在跳回來台北的星光三越 這個星光三越應該是我見過最精巧的 雖然很小但是武藏俱全 它裡面該有的一些店面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該有的平價店都有 在這個地方它也有星光影城 就跟台中一模一樣 只是它的消費人潮就是這麼少 所以我都覺得說 坐在這邊的同樣的服務 同樣的東西 但是沒有達到這麼擁擠 你看同樣的一個麵店 我們在台中 它就是人潮這麼多要排隊 現在是婆婆這個地方 當地時間晚上6點用餐時間 但是人潮就是這個樣子 既然這次都已經回來台北了 我就好好介紹一下 台北的這個星光三越 坐落於天母的星光三越 這裡的電影院有一個好處就是 每次每一場人都不是很多 可能是疫情的關係吧 因為我好幾次我來看電影 剛好就是在這兩年我回來台灣 然後去看了幾次電影 完全就是只有幾個人而已 可是台中它即使是疫情 永遠那個人潮就非常多 所以謝謝台中 讓你們的營業額 可以來補救一下天母這家店 所以我們也真的要謝謝台中 這樣子的帶動 應該也是有其他的星光三越 他們的業績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互相來彌補一下啦 也是要謝謝台中中港的星光三越 真的要感謝你 所以才讓我們這邊的居民 有這麼好的一個逛街的環境 電母的星光三越 幾乎是便名給這附近的居民 逛街起來很輕鬆 甚至在最近又整修了一批 像星巴克 而且樓上還有老乾杯 有一管跟二管之分 還有一管還有辛奶咖啡 在這個二管還有Yukumoku 門面啊是非常豪華奢華的 都這邊沒有捷運 所以外圍的人比較懶得進來 這個地方消費 所以相對就變成說便利當地的居民 這個地方的裝潢設備是蠻新的 住在這邊的人 還蠻享受這樣子的一個優勢的 婆婆今天就帶你先品嘗新奶咖啡 到底有什麼樣的服務項目 還有包括那個地方 它的沙發椅非常的高端 它那個皮椅啊感覺上就是電視上連續劇在演 質感非常好的那種沙發椅 但是它是有控制時間啦 因為平常在平日它是一百分鐘 所以不能坐太久 可是它就在二樓那個地方 它的落地窗整個看出去 它是可以看到陽明山的景致 不管是在早上或者晚上來 都有不同的景色 那它的用餐你可以不用點man dish 可是你至少要有一杯的飲料的低消 一個人平均大概六百塊跑不掉的 現在我們都來到了新奶咖啡店 過來這種店最好是選擇 早上十一點開張的時候過來 因為你會感受到那種氣氛 你聽聽看 你聽聽看 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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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裡面的蛋 把它打成跟慕斯一樣 還會噔噔噔的 小朋友在裡面吃也會蠻喜歡的 茶冰淇淋 那一杯大概是180 可是椅子在裡面 是在喝整個氣氛 從那個窗戶看出來 玻璃窗啊 旁邊整個都是綠色的植物 然後再來婆婆帶你到 這個星巴克的隔壁 所以這家Yukomoku 它是日本知名的雪茄蛋卷 這個送禮也是很不錯的 它這個雪茄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不僅僅有像這種雪茄包裝 那當然還有其他像那種小包裝 也是都蠻好吃的 是小小的一個禮盒 如果要送人 也是一個不錯的小禮品 不到1000塊錢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小禮盒 而且它現在在天母開的這家店 它除了就是有這樣一個豪華的店面之外 它還提供了咖啡的座位 它甚至在外面也是有層面咖啡的座位 所以開這家店 那麼我覺得很開心 它不僅僅是門面漂亮之外 它還可以帶動在一層樓四線的感官 所以就覺得 哇好棒好棒喔 怎麼這次新冠三月 它有這麼多新的 一些魯拉樓的店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他們樓上的老乾杯 這老乾杯它在八月初才新開幕 所以它生意到目前都還是很好 還得要訂閱才能進去用餐 大家好奇娘娘一起來吃老乾杯 有結合米酒 純米酒唷 跟滿壽泉結合的 所以這邊的米酒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邊的陣容蠻盛大的 哇都是俊男美女耶 我們到包廂裡面來 這個裡面 這個啊 進來這邊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後面就是陽明山了 乾杯跟老乾杯還是有區別的喔 那我們是老乾杯旗下的全新品牌 CAMPA CLASSIC 那我們整家店用的話都是澳洲和牛 就是油花跟肉分配得相當好 也不會讓你感到太油膩這樣子 來自塔斯曼尼亞 Robin's Island的澳洲和牛 酒家等級的牛肉 是很高等級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處理很好吃的生牛肉料理 如果敢吃的話一定要試試看 那這兩面黑色封面底的話 就是我們的生牛肉料理 那我們最主打的就是我們生牛肉手捲 非常的推薦 敢吃生牛肉的話一定要試試看 好 如果不敢吃生牛肉的話 我們再往後翻 這邊也有燒肉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燒肉聖盒 也就是燒肉拼盤的意思 就是一人一片總共五種肉 然後想要再做更詳細的介紹的話 我待會再幫你做介紹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有鎮店之寶 澳洲酒家等級的樂眼牛排 它可以吃到兩種口味 兩種口感的肉 一個是老超上蓋肉 另外一個就是樂眼星的部分 然後師傅會推著牛排到你們 我們桌邊幫你們做現切 依照你們喜歡的厚薄度 然後幫你們做燒烤 然後再往後翻的話就會是 我們豬、雞、海鮮 那我們豬肉的話也很特別 我們是用Hoseto這個牌子的一筆地豬 那它是吃橡樹果實長大的喔 再往後翻的話就會是我們的 一些野菜啊海鮮什麼的 然後我們大蝦蠻特別 我們大蝦是真的很大隻 大概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這麼大隻 就是真的很大隻 所以它一尾賣兩百八是有這個原因的吧 然後再往後翻就會是 開胃菜跟一些一瓶料理的部分 煮食、拉麵、補飯之類的 然後最後是甜點 那今天的菜單介紹就是這樣 謝謝 好OK 期待喔 來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我們今天竟然可以拿到這個窗戶的包廂 它還有就是面對牆壁裡面的包廂 完全都是沒有視野 所以這個還算不錯 那它這個這一道菜 我們來先嘗試看看 它這個竟然是9plus的牛 試試看到底是不是這麼嫩 好吃的 很好吃啊 因為我牙齒痛嘛 因為我牙齒痛嘛 還不痛 所以如果牙齒不好 像我們上年紀的老乾杯 就很適合我們齁 它這個應該是蠻符合 我們這樣的年齡才在吃的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在門口外面的櫃台小姐 特別還跟我們解釋說 它這個牛肉在澳洲是怎麼樣生長的 它有特別一個island 專門就是在養這些牛 待會師傅會依照你們人數做厚薄肚的建議 那你們五位都有屍牛嗎 只有四位 四位屍牛 好沒關係 那師傅待會會幫你比個厚薄肚 這個厚肚可以嗎 可以啊 這個厚肚可以嗎 這邊棒稱幫我確認一下是歸零狀態喔 好 那我們這一片是328克 待會師傅會幫你做簡單的調味 來這邊完全耍廢 你為什麼耍廢呢 全部從頭到尾都是卡羅斯要幫我們服務的 他們一個房間或者是一桌會特別配一個服務人員 剛剛那個熱眼牛排啊 它要現切的啊 就是看你要吃多少 針對你的需求來切 這個油花呢 你看這個大概就是如果是以日本的規格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已經是A5的BMS 我覺得大概是9跟10左右 大概是婆婆最喜歡吃的那個等級 可是他們澳洲它的評估的等級又是不一樣 他們是M4到M9來區分 可是他們這邊全部都是9 plus 這個牛肉的油花 for sure就是婆婆喜歡的 這邊有很多酒的選項 你包括也可以點這種微醺的酒 那麼大一杯才180塊 他們甚至也有那種基本款的 大概一千三百多塊到兩萬多塊都有 反正選擇性還蠻多的 這個泡飯 哇好奇娘娘超喜歡吃的 他說吃到像以前日本泡飯的那種味道 對不對 你喜歡嗎到目前為止 味道不錯嗎 味道不錯嗎 有一個芒果味道 9 plus 它那個肉香有接近美國肉的味道 那個烤起來味道滋滋香很香 但是回過頭來婆婆還是喜歡吃美國的Fanemian 跟甚至Ribye 當然這一家的服務是沒話講的 因為如果說你他們享受服務啊 在這個地方整個包廂 還有他們的肉質 他的presentation 一切都是很完美的 剛剛聽他們講 也都是天母的居民在用餐的地方 所以這吃起來真的是很輕鬆 而且我們在這個廣場前面 常常都有人在那邊遛狗 所以在這個地方 感覺上就是很悠哉很悠閒的一個好去處 我們在往羅夏的星巴克去了解那邊的情況 在天母的咖啡廳到處都是 有小的有大的 那當然也不缺乏星巴克 就在天玉街那邊有一家庭院最美的星巴克 所以你們也可以上去看看天母最美的星巴克 可是這個星巴克也不差喔 因為它這次用的這些木質的餐桌椅 質感非常的好 非常便利這邊的居民 所以這次整個星光的番秀 包括在一館的地下室 它那個麵包店 走的那個路線都變成是發色路線的 所以它又把這邊的生活素質整個又提高了 我覺得有空你們或許也可以來天母這個星光三月來逛逛 因為這個地方它畢竟人潮不是很多 所以逛起街的時候也會有不同的心情的愉悅喔 婆婆在星巴克看到一個漂亮的妹妹在這邊寫功課 後面訪問一下天母在地人嗎 對我一直在天母 那你覺得這天母你喜歡的這個生活圈 包括這個人潮並沒有那麼擁擠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分享你怎麼樣喜歡這個地方呢 你先把你的電腦折起來 喔好好好 對 我覺得天母是一個很適合居住的地方耶 人沒那麼多然後沒有那麼擁擠 我覺得生活起來很舒服而且步調也都很滿 然後尤其是中層路很寬敞 在那邊散步啊或者是有時候晚上走路回家的時候都是很悠哉的 所以我很愛天母 做過天母的人才會感受天母的美好對不對 嗯太好了謝謝你的分享 那因為剛剛婆婆去隔壁的 小酷摸酷買了餅乾 所以婆婆順便分你吃餅乾這樣子 哇也很開心你 謝謝 願意分享一下小天母這樣子 謝謝謝謝 這個叫做 學家戰爵好 那你看我們在天母這邊地方還蠻有情的齁 就是人情味還蠻足的 而且大家慢慢活 而且滿輕鬆的樣子 那希望婆婆這次的分享可以帶給你小小的資訊 就是台北市的外圍靠近雅明山這個地方這個星光三圓 它逛起街來的舒服度 我總覺得在這邊幸福感滿滿的 或許有點自私吧 那也或許也喜歡這樣子沒有人潮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地方甚至這樣子逛街起來都沒有壓力 所以你們有空也可以來嘗試看看囉 咱們下回見拜拜